魔术师偷走机密芯片 面对安保的收身 他巧妙地将贴有芯片的卡牌翻转过手背 再用嘴巴闲住 将卡牌吐到了手臂夹缝中藏起来 接着安保要求他转身 魔术师趁他不注意将卡牌抛了出去 卡牌就落到了同伙的手中 他先把卡牌藏入袖口 顺着手臂隐藏在西装底下 随着安保的搜查不断地转变位置 最终卡牌落到了地上 却被踩着高跟鞋的女人给挪走 女人假装跌倒在安保的身上 他把手抬起来 但他顺势将卡牌藏到了卷发后面 呵斥安保别随便乱摸 他自己搜身证明 没想到女人将自己的内衣取了出来 在安保的注意力被内衣开时 他保留了卡牌在手上 随后将它夹在了安保的后腰上 好让大叔抽取了卡牌 通过一个皮筋的弹力 将卡牌弹回了同伙的袖口里 但皮筋的动静太大了 引起了安保的注意 随即要求搜查他 但还是一无所获 大叔最后拿到了卡牌 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但安检的大门还没有出 同伙随即敲响了大钟 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 大叔趁机把卡牌飞抛出去 女人敞开大衣后包裹起来 虽然他们的动作看起来很奇怪 但安保也找不出任何破绽和线索 只好放心 四个魔术师终于成功过了安检 他们匆忙回到了车上 然后驾车离开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偷到芯片 然后将它交给魔眼 这番行动筹备不易 最初四个魔术师重新聚首 新的魔术师鲁拉加入了魔眼 在迪伦的召唤下 他们重新开始了魔术表演 但这一回他们对一家手机公司下手 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魔眼并非是为了大开眼界才存在的组织 而是会为了正义而生长 由于手机公司以免费的流量为诱饵 来窃取大量手机用户的隐私 再将这些宝贵的隐私贩卖给黑市 从而获取丰厚的利润 这样卑鄙的做法实在不值得提倡 四个魔术师因此才来到了发布会上 想要给手机公司的老板一个教训 将他的所作所为披露给大家 就在发布会的现场 丹尼尔伪装成一个服务生 但在暗自行动的过程中 却秒变成西装革履的白领 一件换装完成后拿到了首席执行官的签名 他眼疾手快地对着监控室的保安拍照 随后就把精神病人的手环印在了保安的手上 如此一来就可以偷天换日了 丹尼尔成了保安 保安却被误认为是病人带走了 但他拿出手机求救时 才发现手机已经被替换成了香蕉 原来制服人员里也混入了卧底 鲁拉也趁机搞怪 伪装成厨师后准备食材 却大胆地演绎了电剧歌手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了过去 好让别人来帮他包扎伤口 然后将截掉的假手丢了出去 把所有人都吓呆了 于是麦克大叔找到了首席执行官 哄着他来到了一架摄影机前面 很显然摄影机装好了催眠的物品 发布会在掌声中开幕了 麦克大叔也通过催眠术 远程操控执行官的发言 不出所料 他中计了 他不仅揭露了自己的谎言 还邀请出了魔术师们 见到这几个大名鼎鼎的大师们 所有的观众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他们将新成员鲁拉介绍给大家 迪伦也在台下看着这一切 就在魔术师们揭露手机公司窃取隐私时 迪伦却发现了一张新的卡牌 卡牌的含义是语者 他预感这是不祥之兆 在外面放哨的杰克也发现了不妙 原来是FBI的人来了 他连忙通知迪伦 迪伦也告知大家改航新的计划 与此同时 迪伦也遭到了上级的质疑 认为他在贼喊捉贼 眼看压不住FBI的人前来调查 台上正在伸张正义的魔术师 也被切断了话筒的声音 现场变得躁动不安 眼看后方的屏幕上出现了变故 魔术师也意识到他们陷入了复杂的陷阱中 迪伦不得不吩咐他们离开现场 随后屏幕就开始揭露魔术师隐瞒的秘密 曾经假死的杰克伪装成了制服人员 FBI的探员迪伦也是魔眼的一份子 迪伦立刻被捕了 但他趁机又耍了一把魔术 反而将几个FBI的同事给靠了起来 自己和魔术师们一起逃走了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 当他们从管道逃离的时候 却直接从纽约顺移到了澳门 从神奇的顺移管道出来后 他们在澳门的餐馆落脚 遇见了麦克大叔的孪生兄弟 他曾经携巨款逃跑 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掌 他的催眠术更加厉害 原来他就是侵入发布会 现场屏幕的不速之客 并预留了这条管道 好对他们催眠后带到澳门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带他们见科学天才 天才非常聪明且自负 炫耀完自己的战绩后 还说明魔术师曾触碰了他的利益 随即就告诉了他们关于芯片的内幕 原来这款新型芯片 可以获取所有人的隐私 如果魔术师能帮他偷到芯片 那么从前他的损失就不再找他们算账了 丹尼尔打着算盘答应下来 如果连这妖牛的芯片都能拿到手 那么对付天才也就不再话下了 于是他们拜访了澳门的魔术店 见到了杰伦 杰伦先是小秀了一手 随后就帮他们找起了所需道具 麦克大叔也趁机支开了兄弟 好让他们的计划不被破坏 丹尼尔顺利打通了魔眼的电话 得到了获取芯片的方法 杰克也顺势催眠了麦克的兄弟 没想到他只是假装被催眠了 实际上却对他毫发无损 杰克和麦克大叔都感到沮丧 不过谁叫自己记不如人呢 大部魔术师在飞机上 也和狄伦重逢了 原来狄伦为了找到四个魔术师 专门跑到了监狱里和大部见面 好掏出魔术团的消息 大部向他解释自己没有对他父亲做手脚 狄伦的父亲并不是他被害的 否则狄伦也不会费尽心力陷害他入狱 不过狄伦并不吃他这一套 他不再相信他的话语 而是坚持自己的判断 在澳门这边 四个魔术师也开始了筹备的计划 首先将买芯片的人带到了武士中 然后将他给催眠 随后魔术团就顺理成章地 进入了芯片的实验室 虽然一开始负责人的询问 让他们有些慌乱 不得不用谎言掩盖过去 但很快就占据了上方 负责人是个滔滔不绝的 所以毫不示弱地回应了他 随后一行人终于过了安检 杰克的检测一样 警报声响起后 却发现只是虚惊一场 但这也让魔术团开始思考 芯片应该怎么带出这里呢 要想通过安检重重的机关 魔术师们必须得另辟蹊径 就在负责人向他们展示神奇物品时 麦克大叔打了一个喷嚏 谎称对全蜜蜂的环境过敏 如此一来 他就被带着离开了 鲁拉健壮 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把假芯片放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杰克顺手摸走了芯片 一个翻身 来到了机器的下方 经过一番对比和核查后 杰克终于拿到了真的芯片 他将卡牌和芯片都收拾妥当 随后就回到了鲁拉身边 装作无事发生 这时假装过敏麦克大叔也回来了 但负责人识别出杰克的不对劲 于是魔术团被要求人人检测一遍 他们瞒天过海的名场面也就此诞生了 他们有惊无险地过了安检 将芯片转交给天才 狄伦却在杰伦的店里 发现了父亲去世前使用的魔术箱 杰伦也向他说明了自己和他父亲的渊源 不过就在他们交谈之际 大步却躲进了法老的棺材 随后就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轮到你了 看来大步开始给他设置机关了 狄伦来不及去找他算账 先是根据杰伦提供的路线 来找四个魔术师 没想到丹尼尔却把他给支开了 因为狄伦只会闹事 然而一直等待魔眼的丹尼尔 却等来了天才 就在他要缴械投降时 狄伦却返回来和天才的手下对打 当然寡不敌众 只能被带走 见到曾经报仇过的老板后 老板将他装入了水箱 和他的父亲一样沉入海底 狄伦被烤住了双手无法出去 他想起了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于是将手表拿出 终于发现其中藏有一根针 狄伦逃出了水箱 但因为缺氧 已经游不动了 幸好丹尼尔及时现身救了他 狄伦被救上岸后 见到了魔术团的大火 感到无比喜悦 但没想到的是 他们历经磨难拿到的芯片 居然是冒牌火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杰伦和奶奶却出现了 他们不禁解释了卡牌上语者的含义 并非是愚蠢而是白纸 而且还亮明了身份 说明自己也是魔眼的一份子 他们共饮一杯茶后 开始了新的计划 FBI和天才当然不会放过他们 魔术团在演出中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却又瞬间消失不见 就在他们要骑上摩托逃跑时 又被天才给捉住了 被迫交出了芯片的魔术团 被丢下飞机 却又意外地现身在机窗旁边 原来飞机从未真正的起飞 一切都在魔术团的掌控下 天才和老板父亲的计谋 也被直播公之于众 这场精彩的魔术表演 让观众赞不绝口 魔术团真是一群 会制造奇迹的人 现场亮起了炫目的烟花 每个人都度过了 非同寻常的跨年夜